今天给大家做另外一期视频 题目叫做 披萨胚子 什么叫披萨胚子呢 披萨胚子的英文怎么讲 我们先来讨论讨论这个披萨胚子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 就是这么一个像饼的东西 你买回来自己可以加点肉加点菜在上面 就做成一个真正的披萨 那么 你们已经超市之前 如果你自己去想这个东西叫什么 你可能想的对 但是如果水平不是很高的人 多半很难说得准 就是水平很高的人 自己去造一个词 比如从来没有听过 也未必准 那很简单的办法 你至于不如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看一看就完了 对吧 就研究它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张图片 大家看到了 就这个单词 就是pizza base 就这个base 这个base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披萨 那个饼配或者披萨 披萨配子 好 那么这些其他还有很多单词 在这张这个价格标签上 我们来都把它学习学习 好 这里大家看 super birthday deal super是超级的 我们讲这个超市 就是这个super deal是交易 交易 那么在商店里买东西 就是你和商店人的一个deal 就是一个交易 是个名词 那么这个superdeal 就是真正的含义 不是特别的交易 就是特价 在这种环境特价 birthday呢 是 就是这个一般是指的这个 比如说 叫电庆 什么叫电庆呢 一般就是它比如说成立一周年 成立两周年 这个叫周年电庆 那么这个电庆呢 实际上就是一周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店经常去买东西 就是一周年电庆 或者叫这个一周年电庆大特价 就是这个意思 就整个这句话 就是 所以我简单叫电庆特价 Turkish braid Turkish braid 就是土耳其面包 就是面包的一种做法 Plant based Plant based Plant based呢 是 以植物为基础的 什么叫以植物为基础的 就是这个 这个包装里卖的 这个品牌的 这个胚子呢 它里边含有其他的东西 我当时我看了包装上 有这个pumpkin 有南瓜 有南瓜 那么当时我拍了两张照片 有一个有 有一个没有 就是有一个纯面粉的 有一个它加了一些 比如南瓜 或者我忘了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南瓜叫pumpkin 我们关键词就是pizza base 这个就是 pizza饼配 这个pizza 配着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呢 下面这个地方呢 这个base呢 大家看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交易 不是 sorry 这个词的意思是base 就是基础 东西的底部 比如它有一个派生词 加个后缀叫basement basement就是这个房子的叫 房子最底层 或者有的时候叫地下室 我们看一个图片 这就是一个basement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叫所谓的地下室 叫地下室 那么这个词是从这个base 加了后缀来的 basement 好 咱们再看一下这里 好 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词 是这个base base 我们再顺便学一个basement basement的地下室 还有几个其他的 super super birthday deal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plant based 加了其他的材料的 或者原料的 当然是加植物类的 好 今天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学单词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结构 不同的词 不同的表达 它是有不同的结构来的 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观察分析 把它记在脑子里 好 谢谢大家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